結束已經過半 請市主席我們要不要會議就開始 我們今天的第82次文資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會議開始 我們先先讀上一次會議記錄 第81次文資審議會議記錄 報告案案1 文化局105年度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經常門進四個門第二階段經費補助分配情形 結論 同意被查 審議案 案1 市定古基國立台灣大學日次宿舍 福州街26號修復再利用計劃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訂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本案審查通過 案2 北投區復興三路70號張學良故居 必使建築保存範圍登陸理由案 結論 歷史建築範圍以主房及附屬設施為保存主體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案3 歷史建築山景物傳諸事會設就槍庫 保存方式可行性評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1. 本案尊重民國101年之審議 歷史建築山景物傳諸事會設就槍庫 所在地區以形塑 北門意向為重點進行考量 後續應配合該計畫與周邊補基群補劃發展 以及都市發展與交通規劃等議題 研議最適合之保存模式 2. 山景物傳諸事會設就槍庫 文化資產之保存 歷經環境議題綜合考量 武器安全 都市景觀 交通 同意暫時一致保存 並採適當之設計施工方法 以因應未來移回原址之可能 以上 下一個議程 報告案一 案由歷史建築南港平蓋工廠 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N棟及G棟建物之建號及面積修正案 報請公建 報告案一 修正歷史建築南港平蓋工廠M棟 G棟及座落土地地號面積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五條歷史建築 登錄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本局於104年4月29日公告南港平蓋工廠為本市歷史建築 區內共八處歷史建築 分別為A2 B F G I M棟及鋼燒 及防空洞 此次修正的部分是歷史建築定著的土地 M棟及G棟 南港平蓋工廠目前由本府地震局土地開發總隊辦理重劃工程中 分別以於105年1月26日2月1日完成區內土地全力變更登記及建物滅施標示變更登記 後續將由本府產業發展局進行修復再利用及申請不用計畫 本府地震局土地開發總隊變更登記後保存範圍無改變 歷史建築建物座落土地原公告內容為南港段四小段部分的是10D號 建物面積為423.14平方公尺 居動部分目前辦理工程中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主 建物面積部分主建物187.9平方公尺 其樓51.83平方公尺 雨遮4.5平方公尺 擬起同意修正本市歷史建築南港平蓋工廠定著土地之D號 面積建物M洞G洞之建號及面積 以並修正歷史建築公告表 歷史建築清冊地基圖及使用分區圖 本案提請委員討論 我們針對這個案子 我委員沒意見 我想這個是相關的這些依據跟內容都非常明確 如果大家沒意見我們就照案通過 請下一案 審議案1 案由中正區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創立30周年紀念碑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請審議 中正區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創立30周年紀念碑文化資產建定案的辦理清新如下 本案是由台北市立大學在105年2月17日 漢送古蹟指定或歷史建築登錄的提報表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該紀念碑是台北師範學校創立30周年的紀念碑 現在存在位於台北市立大學的校園內 紀念碑是1926年由10任校長為紀念創校30周年而在學校裡設立的 那本局在105年的3月21日 招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的專案小組現場會刊 經過會刊及討論原則肯定具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 那依據結論會令請本市文獻館辦理股物審查 並通本次專案小組的會刊意見後續送文字會審議 有關專案小組委員的審查意見 請各位委員享樂書面資料 後續本局因為將文字會的會刊的會議記錄 和送給文獻館 文獻館在105年的3月30日 含復本局 因為文獻館考量依據文字法的實行細則 碑結類是屬於古蹟吉利石建築的一類 為避免後續會延伸爭議 所以原請本局依權責進行文化資產的價值審查事宜 有關本案的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該紀念碑的創建年代是西元1926年 目前它所定著的土地是市立大學的小地 是屬於室友地 目前由台北市立大學所管理 紀念碑的現況是目前保存2號 就是現地展示 那所有全人保存了意願 因為紀念碑是由學校自行提報 那學校認為紀念碑是屬於全台首學 跟台灣高等教育第一校可以見證他們的歷史 所以學校有強烈的保存意願 有關紀念碑的照片請委員參與簡報資料 本案紀念碑的價值分析部分 依據105年3月21日現場的結論 初步討論的結果是認定具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 那未來的管理維護的規劃 依據文字法的規定 是由所有全人管理人跟石油人來做管理維護 有關登陸範圍的影響評估 因為本案保存範圍土地所有權明確 那所有全人死立大學 亦提出該紀念碑是見證學校的歷史 跟高等教育的歷史 所以有極高的保存意願 本案你提請文委員會審議 並依據審議的決議來辦理後續 向報告 好 剛才裡面有寫到 財務的規劃 後續的文部管理 那你要先報告嗎?還是 對 那來的情況 等一下就對了 這個部分 建請管理機關設立大學 與文字會中向各位委員說明 對 所以現在要先說明還是要想明 要先說明 好 市立大學好像還沒有到場 沒有到場 對 好 那我們還是針對這個歷史建武的這些真理 之前請教各位委員 提他的意見 我們現在出尼是同意的 文員有的 對 我們看到那個181號 那個碑好像是六周旅 然後後面又里拿了一個30 那碑好像被破壞掉了什麼 是不是 修後的事情 是不是有去的委員可以幫我們說明 是不是有去的委員可以幫我們說明 我想說 他這個 他這個 事實上在日去世紀 那台灣關乎以後呢 就把日本的大陣呢 給改掉 然後那個 那現在本人在看不太出來 現在水利風化裡頭 慢慢 請 好 謝謝 謝謝 跟老師報告 因為那天我有去 他那個 杯 應該是 當年在不同的年代裡面的意識形態影響 所以他先把原先那個填掉 填掉以後他就在上面 就新的出現 最近又經過風吹日曬雲 他原先的那個又出來 其實這樣也是一種蠻特殊的意義 其實這樣也是一種蠻特殊的意義 謝謝 其他委員有沒有指教 或者 大家請 如果旁邊 在恩愛 這個 四倍大力 再促進一下 說明一下 可能會更好 就把這個力士採進一下 這個在台灣 很多 每天 像保安宮 大政年間 有一次大的修復 所以那個時候都是用大政年 大政年 後來公布以後 這個 國民政府就好像會覺得不好 對全國都好像改成民國 這個是 好像對歷史不太尊重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把這個 這個已經錯誤了 如果我在旁邊 在另一個 另一個四倍 把它說明一下 這可能會更清楚 是 好 來 這個 這個四倍 常常就是移動 到底這個位置 哪一個位置 學校的大門 這個位置 我想這個也很重要 是 張坤正老師應該知道 趙老師不知道 我說 那個確實 剛剛鮮惡老師提到的 這個杯有移動過 那原來確切的位置 因為當天我們只確認 它移動過 老的照片還在 那確切的位置 我想後續的那個 相關的調查再確認 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那天我們都有看到 老照片 其他委員還有嗎 我想剛才 這個委員建議 尤其是十杯的註記 我想可以列入 那 位置 就是說 真實的這個位置 我想過去 如果能夠確認 可以把它列入 這個過去的這個記錄 註記一下 註記一下 因為嚴格說起來 如果可以移動 就不算讀記 不算名字 變成古物 古物 不成文物 是 要這個定著物 才能算是利劍或者這個 武器 定著物 那它移動了 我們就得把它處計一下 不然它就變成這是一個 保存的文物而已 它不是古蹟利劍 它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所以 能移回去 還是盡量移回去 還是就 包主席 它大概原先的那個位置 現在已經蓋了一棟很大的建築物 它是在原先的校門 進來有一個花園 那它當時因為 可能沒有那麼注重的時代 它就把它移到這裡 可是移到這裡也蠻久的 那我們大概也了解了 那移過來以後 包括它的基座都有換 那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在調查的時候 再說 把它足跡清楚 因為像那個 市民有一個 好像是州市的 那個墓碑 那就變成一個文物圈 就不算古蹟 可以動的 它就拿下來 就當成儲存 是這樣叫的 不施古蹟 不施定著物 所以這一點是 要把它用進去 主席我再補充一點 針對剛剛欣老師提到的 因為我們現場其實有討論到這個問題 所以才衍生 後來希望文獻會那邊協助進行服務 那主要就是為什麼最後會 對於納在歷史建築這一類 就是依據文之法 事情細則第二條的規定 裡面有一個類型 就很明確的講叫悲結 所以在所有的文之法裡面 現在目前就是把它 歸在歷史建築這一類 所以最後我們才會建議 朝這個方向思考 其實是法的問題 好 我們在這裡也記錄很清楚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我們可以通過 但如果待會委員 還有針對未來的這些產業規劃 是要再明顯出 事業當局在兩台的時候 我們再請看來的文明報告 好 我們繼續 審議案由大同區 新營北路2931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醒審議 審議案2 大同區 新營北路2931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辦理行行如下 指案由所有全人 陳馮斌等九人委託 和工聖建築師事務所 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事理 本案地址為大同區 新營北路2931號 坐落於大同區 育泉段二小段 五三七五三七之一第一號 本局於105年2月15日辦理 西營北路2931號 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看出席委員 包括李千陽委員 張坤正委員 蔡元良委員 李斌委員 會看結論如下 經委員綜合討論 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請各位委員詳參書面資料及申請人提送之文化資產價值調查報告書 然後這是地形跟地極圖 然後這是都市計畫圖的部分 然後有關本案的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創建年期約昭和十一年 建築物規模是地上三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共兩戶 然後這是當天的會看照片 然後這個是建築最原始的設計藍圖 好 105年2月15日的現場結論就是 辦理委員 初步認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的部分 文化資產由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的部分 見起所有權人於文資審議委員會中向委員說明 那登入範圍之影響進行評估的部分 本案保存範圍土地與建物所有權明確 所有權人有保留當時原始設計圖 並於申請書提出在於第四章之第四節修復計畫 概要及第五節再利用計畫概要顯示出 所有權人對於文化資產已有極高保存意願 及對於未來修復再利用計畫已有規劃 那今天所有權人由委託建築師到場做補充說明的 主席各位委員 我是何公勝建築師到場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所有權人他還在路上又入不熟 所以他還在路上看到了 所以我先做這樣 你就簡短再回覆一下這個案子 我大概會那個文資的價值 然後還有一個重意見 我們再把它補充補述一下 我們再補充補充一下 這個案子是在南京西路跟西陵北路交叉口 往西陵北或往南一點點的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那個夏里城隍廟還有永樂市場這邊的左後 那個西南側這一頁 下一頁 如果看昭和十年 我們這案子大概昭和十一年蓋的 所以昭和十年的時候 那當時日本人畫的達爾城這邊的地圖 他大概在這個位置的左右 那當時在達爾城這一區已經非常繁榮 下一頁 那這是那個建屋創新年代 他的藤本的一些資料 那上面也確確記載 是昭和十一年的時候 有那個洪萊豬市會社那邊登記 一開始 土地上登記的所有 然後十一年四月七到的時候 由現在的屋主的阿公 就是那個陳慶勝先生 他登記為那個房子 房子跟土地的所有圈 到今年剛好是八十年 謝謝 這是那個陳嘉他們保留到現在的建築藍圖 他們當時在蓋的時候有一些過程 就是他們那個 陳慶勝先生他有經歷到那個 日本的那個關通大地震 所以他後來在蓋的時候 他把本來可以蓋三棟的街屋格局的房子 他只蓋了兩戶 本來可以蓋三大堆把它蓋成兩戶 然後加強專導改成為戶 大部分為RC造的房子 所以說我們看到80年前蓋的房子的時候 他大部分的樓板跟柱子的部分都已經用RC做了 只有後側這兩道的鑽石是用後石的鑽橋 這是他當時80年前畫的藍圖 他們現在還留著 下一頁 那對照現在的空間格局 一樣就是一下棋樓 然後一進的空間室內空間兩戶的格局 然後後面兩側過水 然後後院的空間他現在有加蓋一些停車的 但是這只是鐵皮加蓋的 也不影響他外觀的一些舊礦 下一頁 那這是他的剖面的對照 跟現況的對照 那你看也是幾乎沒有太大的修改 就只有上面的鐵皮加一個鐵皮屋 比如後院這邊加個鐵皮這樣子而已 其他大部分都沒有太大的變動 下一頁 這是那個正立面的外觀 就是正立面他這邊 路台這邊加了一個鐵皮 但是把這個鐵皮拆掉 看他三樓路台室內 他的外牆還是維持原貌 那一二樓部分的外觀 也大部分都維持原貌 除了後面這個外加的一個示板 到時候把它拆掉就好 下一頁 那詳細來看他有一些西部的構造 齊樓柱這邊的那個小口的面磚都還在 然後一些那個雕花的飾樣都還在 齊樓柱的洗濕這個柱頭 然後在那個上面那個紐約牆的地方 他一些舊的一些分割的文物都還在 鮮板也都還在 然後那個窗戶的木窗的部分 還有他的那個欄杆也都還現在都還存在 這是他的背立面 他背立面在57年左右他有一張舊照片 那舊照片跟現在的現況對照的 空間大部分都一樣 除了後面加了一些那個雨窗之外 大部分都跟現在幾乎是一模一樣 然後他們也回顧說 當時那個小孩子的時候 在這邊後面巷子的人在叫賣的時候 他們就從在二樓這邊 那個吊掛那個食物上下這樣使用 然後因為一樓都出租給人家了 下一頁 這是本耐性還留存的那個室內的一些門窗 保留的門窗還有一些激型的門窗 也都是蠻特別的 現在都還留著 下一頁 這是我整理一下 他那個大概有各時期整修的空間 他只有屋頂跟露台的鐵皮還有後面的鐵皮 然後一樓的室內裝修的改變 其他幾乎都是原貌 下一頁 這是補充一些資料 就是曾經的家族他們的族譜 就是曾經聖先生 他從木棧那邊移到大浩城這邊發展 然後他來到大浩城這邊的四個男丁 但是次男是比較早末 所以後來就沒有再寫他 然後三個兒子也都蠻有成就 下一頁 這是曾經聖先生他當時的合照 他底下就是他的三個兒子 那旁邊這是跟他一起 是他親弟弟 跟他一起創立那個棉鳳上行的親弟弟 下一頁 那這是他那個曾經聖先生 他從那個一開始到那個山坑有變群那邊工作 擔任那個那邊的那個通醫員 然後後來就展覽到大浩城這邊發展相關的一些過程的照片 下一頁 這就是陳經聖 陳經聖 然後那個杜棉歸 然後那個他弟弟 他們在這邊創立棉鳳上行 好 那這是他弟弟 那這是那個他在招 在那個 他們創立大政十四年創立棉鳳上行的時候 他們到現在還留著有一個這個信封 我把它拍起來 就這一個 大政十四年的信封 下一頁 就是他那個相關經歷上那個工作 他的 陳經聖他的經歷上的一些那個 當時的一些紀錄 然後工作地點的一些那個舊照片 下一頁 那這也是我們把整個的那個專代史 把他那個回顧一下 是 下一個 那陳經聖 陳經聖現在他的長子 陳家發先生 他也是有一些成就 所以我們也把他再錄一下 他是那個早二十年的時候就擔任江南商行的台北支店 然後那邊上班 然後早二十四年的時候他就到叛造山林商社 那 就 十六年 十六年的時候他有在那個台灣神聖那邊結婚 然後這是他監督本 這個本案建築物監工 他當時擔任監工 他是當時拍的照片留下來的 那他跟楊召家那個也很友好 經常在家裡高等貨倫 然後十七年的時候協助那個求母先生 在那個銀閣那邊創立一個湖山製片場 那也拍了很多那個當時的一些電影 下一頁 那就是他那個在那邊 凡凡指示那邊拍那個結婚的照片 然後還有他那個婚後生下的子女 在我們這個案子的那個 那個三樓、二樓這邊 路臺那邊玩耍的照片 那這是在屋頂 下一頁 那這是他們的那個湖山製片場 當時也號稱那個亞洲的那個規模最大 那製片場 這是他跟楊召家還有求母那三個人的合照 下一頁 那二兒子陳旭谷也有一些那個特殊的史料 他在民國四十四年的時候 擔任那個美軍顧問團的同意十幾年 然後之後他又寫了一本經濟作戰史 然後成交當時的那個行政院 是下一頁 這就是那個陳寗國先生 然後這是那個台灣的美軍顧問團 然後有時候常委會到我們本案這邊到他家來做客 然後有打一些國術的一些舊照 然後這是他當時結婚的舊照 然後他寫了一篇那個經濟作戰史 然後成給行政院這邊 然後行政院會給他的一個迴航 下一頁 那在民國75年的時候 蔣偉國將軍他再成了一遍 然後在那個蔣偉國將軍有勁地寫一篇書信回覽給他 現在也留在那個現場 然後這是他們在民國71年的時候 他們夫婦兩個在一樓這邊成立一家莫寶堂 這是他黨史的照片 這是他太太畫的一個蜀墨畫 下一頁 他的四兒子陳海青 陳海青先生是臺北地球大學的醫科畢業的醫生 他一直在臺大這邊就讀受教於臺灣的病理學之父葉樹教授 他是葉樹的三大弟子之一 我們現在去回顧網路上很多看很多資料都可以看到 陳海青的一些對他的一些概念 那那個是 下一頁好了 這是那個陳海青醫師他在臺灣醫師名冊上登錄的資料 下一頁 他在民國56年的時候 他臺灣病理協會這邊擔任第一屆的理事 這邊有他病理協會的年會的一個助記 下一頁 然後在57年的時候他得了我們國家的那個學術獎 一課的學術獎 陳海青醫師採用 那這是那個 陳海青醫師在61年左右的時候 他就因為 他就那個到日本去發展 那這是那個他的同學 他在臺大醫學院這邊的同學 然後寫信回顧他從同關同學一直到日本那邊那個階段 他的一個回顧的一個資料 然後這邊有把他簡要的翻譯 過了 有人可以參考 下一頁 這是那個陳海青醫師他到日本心靈大學的時候發展了一流的照片 他當時寫了非常多的那個醫學著作研究 他的醫學著作研究佔了心靈大學 醫學院部分跟那個病學院部分各佔了三趴的醫學院的占 下一頁 這是他寫的當時非常多的醫學研究 我把它整理出來 下一頁 請您參考 那個報數上有再錄兩個paper 他在補充嘉南商行跟黃振榮先生 黃振榮是嘉南 照史料登記的他是嘉南商行的主人 的負責人 因為年代比較久遠 所以查的資料比較有限 那主要就是有查到這些資料 就是嘉南商行其實 嘉南商行跟本案的關鍵是 因為嘉南商行臺北支店在我們這案子落成的第一年 就登記為嘉南商行臺北支店的那個地址 我後面有補充資料 下一頁 那這是那個黃振榮先生他的一些經歷 他在台南那邊擔任了 那一頁同業工會組合的副組長 然後他有捐助了五萬塊錢 然後去投利難過的一個學校 因為當時的那個台灣人的學生要入學都很困難 然後一些嘉南商行設在嘉義市的一些資料 那這是那個他跟黃振榮先生他們是台南那邊的大地主 只是他是跟那個當地的一些小店農 在那邊做一個感恩的一個鬼故 就是年中文的一個派照 在那邊的小作就是那個小店農 那這是那個台灣米包那邊有登載 在那個昭和10年的時候加入台灣鎮魚市場的那個黃振榮的資料 下一頁 這是那個昭和11年的時候 黃振榮先生他們繼承的那個製塘廠的事業的一個公告 下一頁 這是那個就這邊有資料 昭和12年的時候 那個台北市永樂丁一丁末51番地 這是我們這樣子的地套 然後這個嘉南商行台北支店在這邊 就是用我們這個地址登記的嘉南商行台北支店 那未來再利用是希望利用這個1樓空間 那個31號偵測的空間 然後當作未來的一個再利用的展示的空間 這樣來使用 但是當然它繼續作為商業使用 它只是我們花丁流的一個區域當作展示空間 那以人員的進出到時候一樣是從這邊進入 往那個起頭這邊進來 下一頁 然後這2樓以上都多多的住來使用下一頁 那這是他們展示的一些那個家 現在還留在現場的一些家具 就是那個昂明城 這是舊的昂明城 那這兩塊木扁 因為底下有一個那個紅以南的 類似紅以南的文的三個字 紅以南是那個清末民初的時候 是台灣這邊早期的一個塑畫家 所以我把它拍起來 我現在這個還要再經過認定 那還有那個神明痘 這也是80年以上的 原蒙商行當時的信封 留下下一頁 那個蔣偉國親筆的書信 還有這個80年的藍圖 然後這是那個插畫的一些那個銅器 下一頁 那他們說宣傳也承諾說未來 如果登陸歷經的話 他們非常願意那個開放一樓 這些做一樓的部分方面做的這個展示的使用 下一頁 請問你知道 我們所有人要不要補充 我想不用 那個何建徵說明的相當清楚 好 謝謝 那我們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各位委員有沒有指標的地方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這個原來這個規劃的就是 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一樣他的相關的這些依據 跟他這個整個內容都最滿意確 我們就招案通過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所有人 跟建築師的報告 我們有問題 我們下一頁 這跟大會報告 就是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那他的那個登陸理由跟法律依據 那就請大會委員先做個確認 因為接著我們會有個公告的程序 這個理由 還是我要宣讀一下 好 那我唸一遍 登陸理由及其法律依據 一 建築興建於1936年 為創建人曾經設事業巔峰時期之作 建築落成後成為嘉南商行所在 為日據時期 臺人經商致富之代表案例 且家族成員皆為當時重要人士 二 本建築為一近兩胎間左右過水皆屋格局 整體建築大致維持原貌 且原始設計圖仁存 改建部分可恢復原始牆面 天花及門窗據保存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 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及四款評定基準 以上宣讀 同べる所謂開啟的工具 比人家勿怨,他左右都有過水癢 他是左右有過水癢,一般大概只有單邊 所以他就說一進兩開間,然後去 去有的去,補個去的話 這樣就會凸顯他那個兩開間 要不要給兩個左右過水癢的那個特色 好不好 以上參考,謝謝 還有補充範圍,還有一個保存範圍 為日記實習新建一至三層樓建築 其他事項是未來進行修復工程時 需依照相關歷史調查研究進行修復 恢復原有就好 以上宣讀 好,謝謝 我沒意見,我們可以看來什麼 就等 好,下來看 審議案三 案由市令古基原台灣軍司令官邸 名稱變更為孫立仁將軍物居 括號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案 提請審議 有關施令古基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 基本資料略移 本府於93年1月15號公告指定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為本市的施定古基 土地及建物管理人為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古基定著土地為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716-716-1地號土地 古基指定的理由 本建築速度為重要軍事官邸 1929年後至1945年 乃台灣軍司令官官邸為殖民地史建政 再後成為孫立仁將軍官邸 後作為陸軍聯影社為重要歷史事件建政 順利仁將軍自1947年來台訓練新品 重整戰力奠定反共抗核的基礎 貢獻著著 本建築之樣式為當時流行的陽管及核管併制的方式 目前構造及外觀保存日之遭恆時期改建的主要狀況 本案原起於管理機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是依據文資法第21條規定 委託建築師辦理本案的調查研究跟修復再利用計畫 並於98至99年間邀請本市的文資委員 專家學者進行審查 順利即古居修復再利用辦法第7條規定 提送99年11月18日的33次會議審議 會議結論略以本案原則同意審查通過 有關順利仁將軍居住於本古蹟的歷史 應該被突顯出來 順利仁將軍對於奠定台灣軍力仿共抗惡的基礎貢獻著著 歷史上具足輕重的意義 原則同意司令古蹟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名稱變更為順利仁將軍故居 南瓜湖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 請文化局更訊辦理變更名稱之行政註業程序 那本局預計前開的那個文字會33次的會議結論 簽成是否 那為秋前副市長文翔在100年3月15日才是此案在意 故本局暫緩編更古蹟名稱 經本案因司令古蹟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修復再利用工程竣工查驗 通過後許可使用事宜案簽成是否 市長105年4月25日才決以秘書長意見辦理 那秘書長的意見就是 那副秘書長的意見就是請1999年11月18日文字審議第33次的會議決議辦理變更 那本案的建築使用年格是在錄製那個建築師的報告書裡面 那水稻課課長官社是1909年到1911年的時期 那1911到1915年時期則為學諸財團使用古庭莊高等官官社 那在1915到1922年時期是古庭接舊總督官邸 那台灣軍司令官官邸的時期則是在1922到1945年 那順利人將軍居住的時期是1949到1955 那現在使用的入居聯儀社就是入居聯儀社是1956年到現在 那以下是調查研究報告書所呈現出來的相關的調查史料研究 這個是修復完工後的現場照片 那你辦的部分 本案您請本委員會同意依據前開1995年11月18日第三次會議結論 市令古基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名稱變更為順利人將軍故居 誇武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 那公告的事項是 原93年1月15日公告市令古基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名稱變更為順利人將軍故居 原台灣軍司令官官邸 那修正的理由是順利人將軍對於奠定台灣軍力反共抗二制基礎貢獻著著 歷史上具舉足輕重的意義 故變更本古基名稱已彰顯成居住於此 自歷史 以上 好 這個 有沒有要補充說明的 可以用嗎 再講 主席各位委員 陸軍司令部這邊做以下一個一點的說明 就是 從剛剛我們會議資料就是之前建築師調查報告史料裡面有凸顯 不管從水稻科科長官邸或古庭莊的總督官邸 一路以來都是以官邸或官社的名稱 那所以其實今天代表來開這個會之前 部內長官有指示要我提出這一點說明 就是說 那他是以孫利人將軍故居 或者是當初老師有建議到什麼救居 還是說官社或官邸的這個名稱的界定上 要我提出這一點說明 報告完畢 這個 告訴我們 順章軍地確實對台灣在軍事防空抗禍那段時間,實際上貢獻很大 我也曾經因為陰暗,有一段時間是淺塵 因為他在這裡是住了六年,大家在一般民間對他的印象很好 不過現在的問題是說,如果是用故居的話 當然本來過去我們就想說,過去是說比較是有歷史性比較長一點 那個意義就比較有長久居住 那麼這樣,因為他中間已經有半龍 第二點更重要就是說,如果現在活化利用 變成陸軍聯銀社,陸軍聯銀社在這個形成 因為如果是故居,那紀念性就很強 將來裡面的這個功能使用 這個裡面就要有很多的展示 他的歷史史跡的這個展示 那恐怕這個功能上要有一點調整 那我不曉得我們軍方面有沒有這個性質 如果是照現在的這個聯銀會的性質 這等於說是開餐廳 那麼大家再來 那好像這個裡面就跟他這個順利人的這個故居 或者救居 那麼將來的紀念性就稍微不一樣了 就將來功能要不要有所調整 因為這裡面就將來要很多的陳列 他的事蹟 所以這個名稱不只是名稱改變而已 將來裡面的內容 所陳列的內容都要有所調整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我們軍方面 以及我們文化劇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準備 如果作為聯銀社開餐廳 那麼又標榜說 順利人將軍的這個故居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七海魚首 那全部展覽都是蔣經國天生的 這個部總統蔣介石的 那一定都是陳列 比如說那個楊明山 楊明山那個 那個 蔣中正的那個官邸 他那個魚首 那就是展覽以那個為主 雖然他也有一些其他的活動 不過當然是以那個為主 所以這個功能是不是要調整 是不是心理上有沒有這個準備 不然的話就是 將來這個屬性 這個活化的屬性就稍微有不一樣 對 對 這個 對 不知道主席 大概是這樣 那個 他當時其實在訂名稱的時候 有考慮到 委員 新委員他剛剛的講法 所以他 在訂名稱的時候 其實原先那個名稱 是比較不會那麼強烈 那 也知道他現在的使用 用途跟以後可能還是要延續那個餐廳 所以就把它訂成那個官邸的名稱 那當然如果 是上次竣工查驗的時候 我們有長官建議要不要改 其實也討論過 如果要改的話 他內部的氛圍跟至少有一些展示的空間 就要符合那個 史料你改名稱的那個氛圍 那可能也要 我們那個 司令部這邊可能有沒有相關的想法 如果 能夠配合這樣的氛圍 改成 不要那麼商業的餐廳使用 讓改名稱就非常有道理 那我想 的確 他們提的 因為當時那個 孫力人將軍的確是官職 所以 與其交流故居 如果交流官邸會比較好 就是孫力人將軍官邸 名稱可能會更實當 謝謝 好 那個我提另外一個不同的想法 我個人是不認同更名 那我覺得應該是回到這棟房子的整個建築史的變遷 那可不可以放到剛剛的那個歷史的變遷 因為我剛剛check一下網路上面 有一位學者的研究 沒有 剛剛那個不同時期 對 右邊那一棟 這棟房子出現的時間跟目的 那個時間點大概是1909年 他的營造的目的建築師叫深山松枝柱 他當時候營造這個房子的目的就是給水稻科科長 那建築師就是非常有名的當時候的科長 營營科科長深山松枝柱 那第二個大規模的改變 是在1929年作為台灣軍司令官邸 就是目前現在的這個時間 這一個內容 這個名稱的那個1929年 不是這一個時間 那個台灣那個建築繪製其實有勘載這個案例 那建築師是當時候的陸軍的經理部的那個技師 叫前景新一 那所以有兩個階段 一個是1910年 一個是1929年 那這兩個階段 目前的這個建築物 其實是第二個階段所成形的 也就是台灣軍司令官邸 那1929年做的最大的改變是陽管留下來 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 比較在路上看到的這個風貌 那後面的那個河管是把原來的附屬建築 這個是陽管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這個部分其實是水稻科科長時期的建築物 那後面的那個所有陽管的部分 其實是1929年 在前景新一技師的調整之下所形成的 那它的目的就是給台灣軍司令使用 那我們目前所留下來的這個建築物的現況 其實就是台灣軍司令官邸的這一個格局跟原貌 那我為什麼說不宜 那我是建議其實應該回到它的建築史的發展 如果這棟房子原來營造的目的是為了給孫力仁將軍而營造 那我覺得把它放在前面我覺得很適合 但是從剛剛的那個資料裡面 孫力仁將軍居住的時間點是1949到1955年 就6年 那不同的時間它其實居住在不同的建築物裡面 如果依照更民的這個邏輯 其他所有的建築物它住過的都應該要更民 所以我覺得為了避免以後的麻煩 其實我建議還是回到這棟房子的過去的歷史變遷的發展 回過頭來看 那目前的建築格局其實還是台灣軍司令官邸 所以我認為其實現在的名字其實我覺得OK 那剛剛幾位委員所提到的 如果考量到未來再利用或者是在宣傳上面的需要 我建議那個括號後面可以寫孫力仁將軍 用這個方式來括號 然而就如同現在那個我們現在擬辦的這個部分是倒過來 所以還是以這個台灣軍司令官邸為主 然後孫力仁將軍為輔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提案 以上大概是我個人的一個意見 好 其他委員有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有很多這種日治時期的官邸 然後後來我們在指定古蹟或歷史建築的時候 並沒有回到原來它當初的目的來命名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用它當初的那個目的 新建的那個目的來命名 然後而且目前的自動建築其實並沒有把就是昭和那次的改修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它其實後來也經過一些改變 然後這次修的時候呢也是依據現況去修 所以呢其實我們不一定要依據剛才那個張瑋瑜提的那個邏輯 回到原來的名稱 反而是對我們來講它最重要我們要保存下來的那個意義的那一點 然後我們從上一次古蹟指定的理由來看的話 的確是覺得是可以以這個孫領元將軍官邸這樣的方式來做命名 然後並不是以這個軍司力官邸是最重要的理由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考慮 謝謝 我建議這個是不是懷疑 因為現在新的文字法已經在委員會通過 立法院委員會通過 馬上要進入二讀三讀 就可能要公告了 新的文字法能對於這個古蹟定義又重新定義 它又除了古蹟歷史建築又增加兩項 一項就是紀念建築 所謂紀念建築它的第一次明人的關頂 那還有一個就是實際 我想如果新的文字法公布的話 我們現有的一些都要做一些圍條 類別的什麼都要做一些圍條 那我想是不是等那一次已經到二讀龍了 很快就通過了 那時候再做條件 否則我們現在改了 等到新的文字法又出來 你用這個明人關頂 它又把它歸零到其他一個所謂紀念建築 那又要再改一次 那我之前是不是稍微訪問一下 等到它這個憲法公布實施的改進座 再來討論 憲法通過之後我們已經審定了 對 不要 那其他委員 我們經過三位委員的指教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就是這樣 好嗎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就 到最後這個缺委員的建議 反正我們現在還會定 先暫緩 但是呢 在暫緩的過程 我們還是請這個幕僚單位文化局呢 能夠就剛才 尤其前面兩位委員 所持教的 因為這會有不同的觀點 那因應這個新的這個文字法 將來的這個定案 我們看看應該有什麼樣的一個 補強或思考的方向 先把它整理好 我們再提 等這個新法這個公布以後 我們再來提 好嗎 那新法如果過太久 我們也不會去隔著太久 我想按照具委員長 應該很快新法會公布 是 我們來就暫緩一下 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一個建築物它有國貿資產的價值 除了建築物本身以外 就是它的人物跟事件 所以我們怎麼去認定 如果它這個建築物 在它過去的歷史當中 雖然軍司令它使用的時間最長 但是我們如果是覺得這個人物 他特殊在台灣很重要 而在台中 孫力人他住過在台中 被軟禁在那邊的時候 那個其他都沒有特殊 那麼我們為了紀念他 也不是說不可以 不過就是說你將來工人 如果是說為了紀念這個人 那麼曾經住過 也可以這樣子來做 不過說將來這個整個功能就要改變 是這個意思了 就是一定要配套措施 所以這個建築物它的價值 不是它這個建築形式而已 而是在它的人物跟事件 如果這個建築物它本身 它曾經住過什麼樣的人 這個人在歷史上的確 舉出很重要性 那麼當然這個也我們 政策上應該也可以 所以我個人的潛見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建築物的價值 在人物跟事件 除了建築物以外 是這樣的意思 一個是建築物本身 一個是事件跟人物 如果這個地方發生了很天大的事情 那麼可能這個就是以這個事件 這個人物作為事情 你比如說七海於所 它原來建的也不是為了蔣經國 它本來就是海進的招待所 後來因為蔣經國去住了 而他曾經這樣做過很多抉擇 變成就是他的這個 本來是寫官邸 但經國先生他不喜歡用官邸 所以後來就用魚手 因為是經國先生他很喜歡平緩 所以他很不喜歡用官邸這個字 這個也是順應他個人的這個價值傾向 所以我就提供我個人的潛見 好 謝謝 我想還是按照剛剛講的就是 新法未來如果有四個種類的區別 我們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再加上幾位委員 尤其是行為委員想的 就是說建物 這個人 建築的物件 這些事件 我們來做思考 看看定位在哪裡 再加上未來這些可能使用的違反 做一些規劃 我們等新法公告的部分 好不好 主席我再補充一點 因為就這棟房子的歷史 我再提供一個訊息給各位委員參考 順利人是一個曾經居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六年的使用者沒錯 那這個房子其實在光復初期 在歷史的討論裡面 其實經常可以看到這棟房子 主要的原因就是 當時候國民政府過來接收的時候 當時候的台灣總督就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那所有的當時候留下來的文獻 所有國民政府跟日本之間的討論 這個台灣總督其實就在這個房子裡面 這個回應到當時候發生的這個歷史事件 那我其實提到就是 如果聖利人將軍的歷史的重要性 可以被提出來討論的話 那曾經在這邊居住過的台灣軍師令 這個這個成績其實也應該被拿出來討論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因為當時候的台灣軍事令是中將 是全台灣最高的這個武將 那等於是台灣除了台灣總督之外的 另外一個軍事的最高的領導者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軍事令官邸的那個位階 其實可以跟孫立仁將軍同一個討論的基準點 我們來談歷史人物 然後再進一步去辨別 哪一個對台灣的歷史而言 或者是跟其他 譬如說剛剛新老師提到的這個 台中的這個孫立仁故居 做一個中整的一個權衡 然後再來討論最後這個房子 應該給予什麼樣的一個名稱 我建議是這樣子的思考的方式 可能會比較恰當 以上提供參考 來在文化學我們就幫忙 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規劃、未來不同的規範 我們看有哪些這樣 例如多多數可以出來 我們再來做討論 好 我們下一關 跟大會報告 原來的審議案一台北市立大學 他是確定不會出席 獲得的訊息是說 他會依照我們的規定 對於他的管理這些部分 會依照規定辦理 所以因此我們現在要回頭 確認他的登錄理由 那麻煩請打到審議案一的登錄理由 有三點我先宣讀一次 第一點本紀念碑設立於1926年 十任校長至保田升級為紀念台北師範學校 創校30週年而樹立 見證台北市立大學 前升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後改名為台北師範學校 校園發展之歷史文理 及台灣近代師範教育史 二本紀念碑書法字體 鑽科優美造型亦可提供 研究日據時期立碑方式的參考 據保存價值三 符合歷史建築登錄廢址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及四款評定基準以上宣讀 請問委員有沒有意見 我想第二點那個 第一點那個校園發展之歷史就可以了 那個文理其實可以拿掉 歷史文理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 是不是很 意思不是很清楚 好 有意見我們就是 我們剛剛有一個 我們剛剛有一個 一個 叫我去缺人的 好 我四立大腿有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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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們就是 好 有好 有的 有的 能力 有 有的